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Yuki 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讲到的菌物界的一些特色 我们说菌物界的生物呢,它是多细胞的生物 然后它有菌丝可以分泌消化酵素 然后用孢子繁殖 可是呢,很不幸的 酵母菌全都不符合 刚刚讲的这些特征 训类跟黴菌都符合 但是酵母菌完全不符合 所以酵母菌非常的不合群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黴菌跟训类呢,它有菌丝 它多细胞,它用孢子繁殖 可是酵母菌都不是 酵母菌没有菌丝 酵母菌是单细胞 还有酵母菌它是用粗牙生殖 那所以它是一个菌物界里面比较特别的 我们要特别来介绍它 OK,好,那我们来看看酵母菌 单细胞没有菌丝,行出亚生殖的真菌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酵母菌呢,它常常生长在 有花蜜啊,或者一些水果的表面 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糖分 它可以利用糖分来进行代谢作用 然后产生它所需要的能量 好,那这,所以它在这些地方 你常常可以找得到酵母菌 那当它有氧气的情况底下 它会利用这个氧气 还有这些糖类来进行呼吸作用 诶,呼吸作用好像听过对不对 诶,我们来复习 我们以前曾经提过 那来复习一下呼吸作用是什么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要先想一想 诶,呼吸作用常常会跟一个叫做 呼吸运动的给弄混了 所以我们也要来比较一下 好,所谓的呼吸运动啊 是利用横隔膜以及肋骨 然后让肺部里面的压力改变 而让气体进出的这个过程 好,那我们要讲的不是那个东西 毕竟酵母菌没有横隔膜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呼吸作用 OK 那我们以前讲到 呼吸作用是在立腺体里面进行 那还记得它的过程是什么吗 我们是用葡萄糖跟氧气 然后呢 在立腺体这地方产生水加二氧化碳 加上最重要的能量 能量释放出来 诶,细胞才能够用这些能量来运动啊 好,那因为这个呼吸作用需要氧气 所以你只要没有氧气就会死掉啦 因为你没有氧气的话 你的细胞里面没办法进行那个呼吸作用啊 然后呢 你的细胞就没有能量就死亡 可是呢 这是人 酵母菌不一样哦 酵母菌它有特异功能哦 在没有氧气的情况底下 酵母菌还是可以活 怎么办到的 它在没有氧气的情况底下 会进行发酵作用 人类没有氧气就死掉了 但是呢 酵母菌在没有氧气的情况底下 它可以利用发酵作用 把糖类转变成为 酒精二氧化碳 以及少部分的能量 好 那 呃 因为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 它会进行发酵作用 所以我们在酿酒的时候 都会用一个橡木桶 然后呢 把一些糖类啊 或者含有糖类的一些水果 比方说 那个葡萄 把它放进去 然后 让它里面没氧气 对不对 然后呢 没有氧气情况底下 酵母菌就开始进行发酵作用 把糖类转变成为 酒精二氧化碳 好 所以这就达到我们酿酒的目的 但是 这个酒 是酵母菌要的吗 不是啊 它其实要的是这个啊 它其实要的是能量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酵作用 是怎么进行的 好 OK 在 在这个没有氧气的情况底下呢 它是 葡萄糖 好 经过发酵作用之后 产生酒精加二氧化碳 加能量 但是这个效率很差 所以 其实 好 酵母菌 它其实是迫不得已 才进行发酵作用 如果可以的话 它都会喜欢用呼吸作用 好 那 怎么说效率差呢 因为它产生的能量只有呼吸作用的三十分之一 好 我们来对照一下 你看 有氧气的时候 这个酵母菌 它可以进行呼吸作用啊 葡萄糖加氧气 然后 产生水加二氧化碳加能量 OK 效果很好 但是 没有氧气的时候 它为了活下去 它进行发酵作用 产生酒精加二氧化碳加能量 可是这个 状况只有 呼吸作用的三十分之一 好啦 那 欸 那 跑 其他能量跑去哪里了 其他二十九份的能量跑去哪里了 在这里啊 在这酒精里面啊 所以酒精可以拿来燃烧嘛 我们做实验的酒精灯不就是可以燃烧的吗 就是这个能量啊 所以 各位 酵母菌它要的是能量 欸 现在全都跑到酒精里面去了 所以它是不得已 它才用发酵作用 它至少 获得一点点能量能够活下去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它当然喜欢进行 这一个 呼吸作用啊 OK 好 所以 酵母菌它是不得已的 那 不过我们呢 就把利用它这个特点 来酿酒啊 好 那你有没有吃过一个超硬的那种山东大饼 哦 我家住在 那个榕种附近 那 榕种那边有 有一些 因为有一些可能是 呃 榕民 伯伯们 那他们可能喜欢吃这种山东大饼 那我去买来吃 哇 好硬咬不动啊 山东大饼 这是面食类的 这山东人爱吃的一个面食类 超级硬的 我根本咬不太动 OK 可是 很怪哦 一样是面食类的东西 面包就很松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你说 如果曾经 如果你家里面是 如果你爸爸妈妈是山东籍的 可能你吃过山东大饼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同样是面食类 面包这么软 好 各位 因为在做面包的时候 我们会放一些酵母菌下去 让它发酵 好 怎么发酵 什么时候 嘿 嘿 各位 我们做面 那个做面包的时候 你会把它揉面团 揉成一团 那表面当然会有氧气 没错 但是里面没氧气 就这样子给它放着一阵子 放个一碗 那它在这里面就开始进行发酵 发酵之后就产生酒精跟二氧化碳 因为中间没氧气 那中间是发酵作用 就会产生酒精跟二氧化碳 所以面包吃了会醉吗 不会 不会 因为面团 这只是面团而已 你要给它烤过才叫做面包 一烤 酒精就增散掉了 然后呢 一烤原本里面的二氧化碳就膨胀了 所以面包就产生很多空隙啦 所以 这就是 为什么面包里面会有空隙 那吃起来比较 那个松软的原因 那山东大饼没有发酵 所以就 非常厚实 非常扎实的面食 我咬不动 所以 那个不是我的爱 OK 那不过 山东人很爱吃 好 那这是我们讲到酵母菌 我们利用它的发酵作用 可以酿酒 还有制作面包 好 最后 我们来复习一下菌物界啦 种雨 种雨 OK 菌物界 我们说它没有叶绿素 然后呢 所以 也没有叶绿体啊 没有叶绿素 当然没有叶绿体 所以它不能够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 扮演的是一个分解者的角色 它必须要从 活的生物或者生物遗体当中吸收养分 但是 大部分它都从遗体里面获得 它是分解者 那 这菌物界里面的生物有黴菌 茜类 还有酵母菌 那这个 汜类呢 有些会 是有剧毒的 所以你不要乱摘 好 那菌物界的生物呢 我们 酵母菌可以拿来酿酒 制造面包 然後乳酪跟醬油可以由黴菌製造 黴菌可以製造藍起司還有醬油 還可以提煉出抗生素 比方說最早最早的抗生素 青黴素就是了 OK 好 那這個是菌物界的重點 好 那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酵母菌很特別 記得酵母菌 它是單細胞 好沒有菌絲行出生殖的 跟這個黴菌它訓類都完全不一樣 那但是我們還是把它歸在菌物界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我們菌物界就結束了 OK 好 那下次幫你稍微複習一下五大界生物 OK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